台风的最新消息是 气象局已经在稍早的凌晨5点半 解除了卡努的路上台风警报 其实卡努的暴风圈呢 昨天傍晚曾经一度非常短暂的 碰触到了北台湾的陆地 不过接下来台风要出现一个大回转了 朝东北方移动 周末更是会加速远离 朝着日本来前进 最快今天的下半天 渴望进一步的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今天还是要提醒的是 在北部地区上半天 还是会有9到10级的抢阵风 出门上班上课还是要留意安全 而中南部地区也特别要当心 因为台风开始迁引进了西南风影响 降雨才真的要开始变多 而且雨势会比北台湾来得大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最新的大雨特曝 中南部的影响比较深 甚至今天在南投县山区 会有局部好雨或大好雨 西半部地区还有在南台湾 都要留意比较强的雨势出现 南投县的山区已经达到了大豪雨等级 那么其他的这个豪雨特曝呢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山区一带 但是看到就连多部的花莲县山区 还有在台东一带 今天也要注意降雨的情况 这个卡努台风后续带来的西南风威力 真的不容小觑 从定量降水分析呢 虽然北部逐渐脱离了台风影响 看到降雨都逐渐趋缓 只有在这个基隆北海岸 中部以北地区 南部的山区一带 今天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些震雨出现 而局部较大雨势比较容易出现在山区一带 但是有西南风增强 这个带来影响还是很大 中南部的降雨都会是比较持续性的 而山区更是要严防治灾性降雨出现 东部地区今天看起来降雨都还是比较零星 那么也影响着中南部地区降雨的西南风环境 可能会一路地从周休延续到下周四 因此在中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之外 整体的降雨范围都是比较持续性的 尤其是在星期五六日 这三天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 而在卡努台风远离之后 其他的地方渐渐转为多云道晴 白天都是多云 那么午后开始会有些雷震雨降下来 这样的午后雷雨形态为主 好 今天的小弟你还是要持续提醒 台风后续引进的西南风威力不能轻忽 西部山区要严防大雨 而中南部的降雨比较持续 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周休安排 先提醒一下了 接下来就带你关心 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有参与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